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闭蓝 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因这个广大网友的要求 同样的 也是我自己几天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一集 就是关于这个浙江省宁波市的某高校发生的这起事件 那么由于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油管它这个前多少秒钟 它要这个审核的 它把像这样的事情列为什么不适合投放广告的 比如说是这个 这种只要对这个黑颜色的这些人有不好的这个言辞 那是在和油管和Google公司在对抗 因为这是它大力弘扬的 你在这里说这些东西 其实是和它在对抗 当然不能被它这个识别出来 那么在说这个宁波 这个沙迪德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们说一说现在的两个事情 一个呢 就是这个林元购的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在一些城市爆发了这个林元购的事情 什么叫林元购 不就是抢劫吗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只要有抢劫 只要有偷窃 只要有破坏 都有这个尼戈 对吧 那你都看到了 他们一旦兴奋起来之后 他们会有的在抢劫的过程当中 他会再歌再舞 然后就这样甩起来了 然后就是拿了东西 利用他们这种先天的这种运动的优势 迅速地逃跑 迅速地逃跑 那拿到他们的破坏力 他们的力量 把玻璃砸碎 柜台砸碎 然后破坏一切 到哪里都是这个调样 那他们遇到威胁的时候 在美国被白人伤害的时候 他们会说我们是这个被种族歧视了 我们很可怜 他有的会会这样流下眼泪 磨眼泪 像著名的什么罗德尼金事件 包括黑明贵 成都这样的 对吧 那当他遇到白人的时候 他会这样子做 当他遇到中国人的时候 他会拿拳头这样搞你 就这样搞你 拿肘子啪了这样搞你 耳光 这样子搞你 他很暴力 非常暴力 那在别的领土上 他有他这一份暴力 他作为半兽人 作为野兽的那种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管得到 但是当这种野兽 他们这种野蛮冲撞 到了中国大陆上面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呼吁政府 一定要警惕 一定要警惕 我说过这几年 尤其是有一部电影 叫什么足球 那个叫什么旧 中国人不是发明足球 那字怎么念 就是那个踢的那个叫旧 叫什么旧什么小子 又是什么山东这个地方 一个什么公司搞出来的 主角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小姑娘 踢这个足球 就是这都是什么 这个在教育部能过审核的 中国我说过 尤其是山东这个地方 它是被这个长期殖民过的一个地方 它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奴太的一种文化 你像近几年 只要和黑人相关的 我们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次就是 在排队 测这个核酸 那一个一个黑人要插队 说中国人到后面去 把一张白纸 扔掉 防疫能源 没有及时阻止他 反而说 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很多的高校 当黑爹过来以后 给十万块钱 再叫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国女生 去陪 陪着 去陪着 陪他们学汉语 然后被他们 三通 被他们三通 因为他们玩的比较大 他们玩的比较大 口味比较重 被他们三通 然后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以后 有很多游戏女生 就在中国高校 其实她是不报 但是老病很清楚 有些她得了这个HIV 以后 就被学校劝退 看良心 良心好给你比钱 良心不好 劝退 到家里去 待着吧 然后在他们那个乡村 在那个 比较寒酸 简陋的那个屋子里 在那张床上 躺在那个床上 眼泪流干 慢慢地 淋巴细胞 被HIV病毒吃干净 吃干净以后 它就会发地烧 一旦感冒 不会好 身上开始长那种 无痛的披震 无痛的披震 然后淋巴结 全部都肿大 开始肿大 比如说这种地方 肿大 耳后 肿大 叶窝 下面肿大 是无痛的 无痛的 你摸上去无痛的 无痛的以后 然后 比如说 吃的东西里面 不太干净 腹泻了 好像就腹泻 就不会再好了 然后再进一步恶化以后 身体开始长恶性肿瘤 然后 呼吸衰竭 各方面衰竭 而 而死 最后在那个小床上面 这些女生 这些陪读生 有一些就 就这样 就死去了 死去 家里人也不敢靠近 或者家里人已经气了 只能在那流眼泪 贫困 无助 落小 无助 那种无力感 苍白感 他们父母在那边 就这种状态 人口很 人 有 将近八十亿人口 全球 没有人会知道 他的死亡 村里人还会 指指点点说 得了这个病 乱七八糟的 父母 双重悲伤 这就是 今天 叫陪读以后 发生这种 不好的事情以后的 正式状态 我是亲眼见过 艾滋病病人 从发病 到这个 整个死亡的 这个过程 非常悲催 非常悲催 曾经我们这个部队里 就有这个 就有一个文官吧 他就是收 他就收 他最终就是 就是得艾滋病死去的 得艾滋病死去的 在学校里和他的学哥 他爱上了他的哥 然后被捅 最后就 就得了这个病了 就这样死去 非常痛苦 因为那段时间 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在 那个医院里面 住院吧 就在隔壁 被隔离起来 亲眼见过他 整个人 身上那种 那种披震 脸上那种披震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瞬间 那一刻 那一刻 所以说 看到那一刻之后 老兵就说 从来都是 都是洁身自号的 我从来都不下 下稿 如果说怎么样 都得做安全措施 所以在这里 老兵 为什么 宁波黑鬼 这个事情 讲之前 我要说这些东西 今天在中国 由于一些教育部门 由于一些政府 宣传的不到位 让很多人 没有认识到 黑鬼的这个危害 今天在广东 有些广州的女人 我说过 她们有些广州女人 她是比较贱的 她和这种 偷渡过来的这种 黑鬼子 黑屌子 交配了 包括中国一些 其他的一些城市 比如现在在武汉 也是一个灾区 像上海 然后更是 北京也有 北京以前三旅团 我记得有条街 叫张街 那张街就是 很多老黑 就是那个 发生这些事情 有的跟黑衣人 结婚以后 生出来的小孩 现在有一堆卷毛 一堆卷毛 然后 中国的父母 带着小小卷毛 小卷毛在学校里边 被同学歧视 被同学歧视 我说过 今天当你在Google上面 打白人孕妇 英文字的白人孕妇 出来的是 黑人跟白人的交合 奶咖 今天 这种趋势 在中国 在看不见的一些角落里面 在发生这些事情 在发生这些事情 那当 这一个 一些女生不肯从的时候 那作为 刚才刚开始跟大家讲的 林元购 林元购 他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 他的这种兴奋点 他的这种天然的破坏力 就会出来 然后就开始 拿刀 往你脸上剁他妈几十刀 就来了 你父母 尤其是作为母亲 怀胎十月 生出来一个小baby 看到他一年长大成人 他还没有踏入社会 还没有 挣钱 像乌鸦一样来反哺的时候 他被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 偷渡到美国去的 拿到美国国籍的 在民主党政策下 拿到美国国籍的 再来中国大陆 当所谓的老师 被刀剁死了 如果是你 你是这样 如果是你 你是 你的女儿被人 被一个黑鬼拿刀剁死了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什么样的心情 对不对 而且 去学校 讨说法 无门 今天我发现在中国的 所谓高校里面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只要学生在这里死了 他学校了 他就可以很牛逼 牛逼到 他不来给你解释 不告诉你 为什么理由 也不赔偿 也不赔偿 这就是牛逼之处 所以说 像成都49中这种事件 就会被 境外组织利用 搞成颜色革命 对吧 我今天看到很多 在中国这样的新闻 就是这种傲慢 不给一个说法 然后呢 拼了这种黑能外教 从来都 从来都 没有任何的 这个政治审查的 只要你 你会说就行了 在中国幸亏 我现在就觉得 幸亏中共 最近一段时间 打击很多 这个校外培训机构 那里面那些 洋垃圾 那些黑屌子 对那些 小孩在干什么 对吧 怎么这个手 怎么 放到那个 那个下面去 小孩的那个 那个下面 男孩女孩的下面去 干什么 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干什么 对不对 还有些这个手 伸到那个 从后面伸到屁股里面 去干 那个手指头 在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多的中国 今天的父母 不了解这些人 今天很多 在海外的 我们的华人同胞 了解这一切 了解这一切 你在海外 你会叫自己的子女 和这些 黑屌 和他们去交往吗 或者说 你会叫你儿子 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咖啡妞吗 会吗 从来 应该不会 从来都不会 在海外 你见多了 但是在国内 很多人不知道 还有很多婊子 他不清楚 到最后被搞得 得了一身脏病 对吧 我们再来看 宁波黑人外教 残杀女学生案 一审开庭 更多作案细节披露 据中国 央视新闻客户端 10月25日消息 在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在25日 一审公开 公开请审理了 美国籍被告人 沙迪德 故意杀人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指控 2019年 被告人沙迪德 与被害人陈某某女 死时 21岁相识后 谎称离异 单身 与陈某某建立 男女朋友关系 2021年5月下旬 陈某某向 沙迪德提出分手 遭到沙迪德反对 和语言威胁 同年6月14日 21时48分 沙迪德将陈某某 约至宁波市通徐路 清水桥路口 公交车站附近见面 用事先准备好的 布朗宁 拍折叠刀 朝陈某某颈部 面部捅刺 切割竖刀 致陈某某当场死亡 随后逃离现场 听手中 公诉机关 辩护人出示了相关证据 法庭为被告人 沙迪德聘请人翻译 通知了相关证人 鉴定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 出庭作证 沙迪德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 及被害人亲属 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在法庭主持下 充分发挥意见 沙迪德进行最后陈述 开进前 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 通知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该官员到庭 此前 宁波盛州公安局 6月19日发布通报 上林机关对此案高度重视 全省指导案件征办 检察机关已依法揭露 该局将严格规范之法 确保办成提案 据私者父母及知情者 披露的信息 私者为宁波工程学院 23岁大赛女学生 合为仓州人 疑犯是该校美国籍黑能外教 16年起在宁波工程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丹林教英文 当时有网络消息称 该民外教 加过很多女生的威信 有多次烧热女生的前科 很多人就被怕上他的课 评论表示 黑能外教残害女学生 实在令人愤怒 在出事后一开始 校方推脱做法令人失望 法律面前 人能平等 作恶者必须严惩 哪怕是外国人也不例外 你看校方就是推脱责任 今天我说过 在中国 有些学校喜欢搞指标 搞什么外国留学生 弄年黑能过来 他不负责任的 他就还会叫一些 中国贫穷地区的女生 去陪读 对吧 然后说难听见 就是送给他们 去他妈操的 对吧 那到最后出了事情 或者他感染了疾病 他们就日里骂个逼 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 对吧 所以今天学校里面 中国一些学校里面 还有一些这种 什么老师 猥亵他妈的 女学生的 教授猥亵女学生的 扣扣摸摸的 是吧 把女生扣得都 精神失常了 这样的事情 好像三天两头会有 听到这种传闻 包括新闻里面都正式了 所以说我们对这一块 真的要建立起相关的 这个法律法规 要重视 你看下面这个留言 说的就挺好 对吧 普通货洋垃圾 轻易玩到中国女人 是对中国人自行 自豪致命一击 所有自辩自欺 惨白无力 女人鄙视二等人 政策遵洋人为超国民 上等人 即赋予其玩女人 优先特权 洋人排队优先 就义优先 找自行车优先 优先坐见国人 看来与计划寄生一样 以横下一条心 直到壮男场 国人悲哀 政策遵洋人为超国民 上等人 而女人鄙视二等人 等于赋予洋人 玩女人优先特权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各位啊 真的我们这个国家 真的 咱们就说了 中共啊 对中国自己老百姓好一点 真的 你把这些人当做上兵 这些人在中国 他就是为虎为虎为虎做胆 为虎做胆 对吧 而且这个学校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 没有这个 不被追责呢 对不对 他当时是怎么聘请这个人的 对吧 所以说就是这一块 包括还有什么外国人永久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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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拘留条令 什么这个东西 要这些人干什么 中国还有三千多万光棍呢 三千五百万光棍 还不止 现在有好多人没女朋友 好多人没老婆 是吧 大规模进口这些 这些这些黑黑垃圾过来干嘛 是不是 你像那个 叫什么这个 最近的那个变异病毒 从从什么南非啊 那边出来了 对吧 你看 是吧 撒哈拉以南这些 这些黑黑黑黑非洲 他们吃 他们身上就容易携带这种东西 多的我也就不说了 相信啊 尤其是啊 看我节目的一些当父母的 或者家里有女孩子的 啊 一定要跟他们讲 一定要跟他们普及 啊 把我这个视频给他们看 啊 一定要普及这种知识 啊 而且一定要了解他们是什么货色 他们一年要跟15个女人 平均要和15个女人打打炮的 而且不爱戴套的 不爱戴套的 15个 啊 就不说HIV吧 就致缘体 医缘体 灵病 眉毒 花柳 啊 HPV 这种东西 都都都是可以携带的 啊 到时候你别那地方 别别那个工 别那个工井迷惱掉 啊 这不是开玩笑 好吧 所以宁波这个事情 啊 我们确实是要 是要 这个中共大外宣的网站 也很重视这个事情 啊 所以这个事情 一定要给他判死刑 枪决掉 啊 否则的话 中国人的尊严到底在哪里呢 是不是 对吧 啊 好吧 就这样啊 费果支持 但是这种东西